欢迎收看魅力东方 我是黄宝慧 70年代末期 中国大陆全面实施改革开放 农村与城市的样貌 30多年来都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但是您知道吗 靠近江苏省的无锡 有个农村叫做华西村 2010年这里的人均收入 一年竟然高达8.5万人民币 而同一个时期的上海城市居民 人均收入也不过是3万多元 因此华西村就被认为是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指标 而究竟华西村尝着什么样的生财之道呢 带你一起来深入了解 这里不是佛寺 而是无锡市的一处乡村 华西村 这个地方因为村民收入特高 在中国大陆名声响亮 走进村里随处可见古今中外 多元有趣的装置艺术 而这些正是华西村过去30多年来 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的成果 整个华西的固定资产就达到200多个亿 每年的销售达到500多个亿 在华西村 每部村民都有独门独院别墅移动 最少加户总资产高达400万人民币 同时由居民参与筹资新建的酒店 不但成为当地的地标 也为村民带来稳定的被动收入 而这一切的繁荣 都得归功于1970年代末的华西村老书记胡仁堡 比人家先走一步 所以也得益于我们老书记 老书记他这个眼光 眼光比较长远 他看到中国将来 肯定会在这方面有发展的 所以在改革开放的时候 我们就抓住了这个机会 第一时间也抓住了这个机会 就是来发展华西村的工艺 70年代在农村取消人民公社之后 华西村采用按劳分配 多劳多得的概念 鼓励村民积极打拼 同时以入股分红的方式 让每个村民都能参与华西村的建设 与产业开发 农业只能解决农民的问贸问题 但是真正的农民发家自负 肯定得靠这个工艺 进入2000年之后 我们这个工艺 就是一个去改延伸以及转型 所以我们这个转型要做得比较早 在华西就从你吃住行 游购 鱼 各个方面都是很权威的 可以满足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 在这方面的一个需求 一方面可以满足你一个 就是探寻中国社会主习农村建设的 这方面的要求 还可以满足你休闲 华西村的发展 像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缩影 现在也渐渐反映出 人们所得大幅提高 丰衣足食之后 越来越重视休闲娱乐的需求 还看了猪马 鸵鸟 很多很多的动物 你觉得哪一个最可爱 羊 你敢摸摸它吗 怕 怕它也会叫嘛 我就是希望它就是 多多接触一下那种大自然嘛 反正在那个城市里面 好的 那个没有这种地方的 高速的经济发展 众多乡村的城镇化 让过去的田园演趣 成为珍贵的观光资源 传统农场也转型为 寓教娱乐的亲子牧场 除了亲近大自然 这也是一个 把教育意义融合在了 每一棵小草 每一个小动物里面 就是我们不是用很生硬的方式 就是每一个动物的 他们的家外面都有一些知识版 然后他们看着知识版上面的知识 就很快就会知道 比如说牛有四个胃 然后马是站着睡觉的 他们就很容易获得这些科普知识 将老房子重新活化再利用 风格清新的独立书店 也让来这里的大人 有了重新走入传统文化的新途径 它原来是一个小乡学 乡学就是一个村子里面的 一个小学校 但是它民国就有了 但是我现在又把这个地方 重新建一个书院 我也希望这样一个书院 能够比如说给我们的读者 或者是哪怕就是游客 能给他在精神上有一种 就是能精神上给他一些慰藉 这个审美上给他一些回归 透过繁复的雕板印刷 以及传统的现装金泽 老文化在新时代又有了新活力 因为原来比如说我们只知道诗经 比如说这个《尖家苍苍白鹿维双》 它只有文字的一个介绍 然后这个书是通过图形 把它就是再现了 就是更加这个 这个就是立体地呈现一个一个 所以这是对中国文化最好一个注解 当人们首开书卷之际 除了阅读文字喜炼的优雅 也多了份沉淀心灵的享受 无锡是中型城市 它的节拍不快 不像比如说北京或者上海 它那种快节奏的都市生活 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而且很愿意在这个地方 能够利用这块土地 把传统文化的这个根 扎得更加深一点 中国历史上很多长寿楼 都是出在这一带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江南富裕 他人富了之后他就想读书 江南的富裕 培养出无数讲究品位的文人雅士 除了爱藏书更爱赏美景 特别是这太湖边上的源头主 走过一趟便会深深明白 何谓春天的江南 以前也听说太湖是挺美的 然后一直没有机会 这次有机会过来看 跟我想象中的差不多吧 也是很美的 人节地灵的地方 我们景区里面一共大概有上百个品种 然后面积是65万平方米 是在全国范围内应该是数一数二的 所以我们一直在打造世界三大赏鸣圣地 中华第一赏鸣圣地 以天然美景为后盾 再加上鼎盛的文风气息 无锡如今在许多人心里 早已成为江南风光明媚的代名词 源头主樱花林 如今被称为是华东第一赏鸣谷 总共培植了二十多种 大约是上万株的樱花 这不但让幸福的无锡人 赏鸣不用千里迢迢去日本 也让来无锡的旅人 切身体会到 为什么古代的皇帝 会这么的喜欢在春天下江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鸣 惠山泥人是无锡出名的民间艺术 与天津泥人章 各为南北泥塑界的翘楚 这里的泥塑作品 使用惠山脚下的黑泥 直细腻柔 可塑性佳 特有的原料性质 让艺术家在设计创作的时候 将江南的灵秀 细致之风格展露无遗 在2011年 无锡市在原来的 惠山泥人厂的厂纸上 建立起了中国泥人博物馆 收藏了来自北京 天津等 多个流派的泥塑作品 也是中国大陆在目前 规格最高 展品最多的泥塑主题博物馆 带你一块来瞧瞧 一笔一画 师父小心翼翼地勾勒出人物线条 这是无锡惠山古镇里 每天都会上演的画面 一尊又一尊的惠山泥人 就这样诞生 那说咱们惠山泥人的主要是分为粗货和细货 粗货呢就是咱们大家喜闻乐见的大阿福形象 一些小的泥玩具啊 动物造型 那细货呢就是咱们这边看到的手捏细纹 说起中国的泥塑 大江南北加起来多达13种流派 但当中要论做工最细致 最具有代表性的 可能就是南北两大派 北派就是咱们的天津仪人章的代表作品 那南派呢就是咱们无锡惠山泥人了 咱们南派的惠山泥人呢 从明太祖的时候就开始起源了 在咱们的清代的时候呢是盛行 惠山泥人的兴起 其实与无锡自古复述也有关系 当人民生活富裕之后 感念祖先得责之心由然而生 于是许多家族纷纷在此设立 祭祀祖宗的祠堂 靠着咱们惠山谷镇上的一些祠堂 祠堂里面有祠丁 什么是祠丁呢 就是专门看管祠堂的一些 像咱们今天的管家一样 但他们的收入是非常的微薄的 于是呢他们就利用了咱们无锡 惠山东北脚下的黑泥 来捏制泥土出售进行贩卖 来贴族家用的 谁也没想到 几百年前一个单村为了贴补家用的动机 再加上惠山千年来冲击出的特殊土壤 居然发展出今天最能够代表惠山谷镇的一张名片 就是在一公厂以下有一层黑泥可以用 其他的都有含砂量太多就不能用 只有一层黑你可以用 就是只要那个弯弯弯起来不会裂 肝也不会裂 他就是夸张造型夸张 就是用势来很简练的 拿几笔颜色就構化出了一个人物 简练却精细入围 无实但打动人心的工艺 在无锡除了惠山泥的人 还有另一样 就是爱泡茶的人肯定都耳熟能详的 宜兴紫砂壶 有一句话说 世界上只有一把紫砂壶 它的名字叫宜兴的 宜兴紫砂壶的出名 跟这里盛产的紫砂泥大有关系 泥型的紫砂特别的 它是它有天然的五色土 因为它有紫的有红的 还有米黄的 还有清水泥 红泥 喝泥 每种药 两种药的话 放在一起调配的话 它烧出来的物理反应 它也是有不同的就是 工序的话 你一般从打泥片拍壶声 然后粘壶着壶把 几十个工序最起码的 特别小看了拍打的功夫 每一个力量的大小和角度 都决定了一块土胚 最后是否能够蜕变成圆润的紫砂壶 有的时候你太 湿度太大了 那壶声立不起来 拍打会好像像那个 我们那个没有鼓励 就拍打不起来 如果你太硬 它那个拍虎口又收不起来 掌握泥性的那个时间要怎么呢 就是你自己去体会 就是你在做的过程当中去体会 对老师傅来说 每一个细微的步骤 都是百年经验的积累与进化 而对于爱用紫砂壶泡茶的人来说 紫砂壶的灵魂 在跟茶融合之后更显生动 而紫砂壶还有一个其他器皿难以比拟的 就是具有透气性 茶泡在壶里面隔个三五天 它还不变味 它就是透气性 加迟的它就不会 迟到它就没有透气性 它你们一个晚上大热天的话 它就变味了 那紫砂就不会 对于喝茶讲究的台湾能而言 巴黎年代发现了紫砂壶的好 一船十 十船百 紫砂壶在台湾名气渐开 甚至有人从艺术品的眼光出发 开始做收藏 紫砂壶不光是让你感觉到可以拿来泡茶的一种食用器 它食用的过程当中它可以欣赏 包括壶嘴壶把的捏合处 整个比例的协调性都比较讲究 它其实一种是艺术品 紫砂壶的热潮 不但让一新的百年工艺在全世界发扬光大 也让人们借由品壶品茶提升了生活韵味 1980年代 台湾曾经吹起了一股收藏紫砂壶的热潮 不但让更多的人加深对紫砂壶的认识 也为紫砂壶的艺术市场价值打下了基础 自古以来 江南云敏之乡的复数给商业贸易与文化艺术 创造出极为有力的发展条件 而这尤其能够从江南大大小小的古镇略亏一二 惠山古镇历史相当的悠久 古籍众多 号称无锡历史文化的露天博物馆 而其中江南园林造景更是被人所津津乐道 乾隆皇帝在当年甚至完全复制了 惠山古镇里头的一座庭园来到了北京 千折百转的胡琴声丝丝入耳 仿佛正倾诉着惠山古镇百年来的美好风光 来到此地的旅人 透过完整保留下的庭园建筑 依稀品秀得到惠山当年的辉煌 因为当年的乾隆皇帝夏江南 看到记唱员非常漂亮 于是他就让画师按照咱们记唱员画礼服全景图 于是就带到了北京的万寿山上 仿见了惠山园 那后来呢是由他的儿子嘉庆皇帝 给惠山园改名叫做携去园 所以现在北京颐和园的携去园 就是按照咱们记唱员房间的了 记唱员除了大 当中还细分出许多小花园 每个园子都各有书役 别有冬天 像我们的记唱员啊 它是无锡西汇公园的一个园中园 但我们刚刚看到的叫做丙礼堂 丙礼堂 它呢其实是我们记唱员的一个园中园 那在江南园林的造景园中呢 这也是有讲究的 像这种大园包小园 以小见大的表现手法 就称之为革景了 在无锡的江南庭院内 随处可见小桥流水 而这正也意味着这里地下水资源十分丰富 在习惠公园内就有一座出了名的 天下第二拳 那其实呢当年 鹿鱼也是以水质的好坏来评定我拳的 那当时啊鹿鱼也指出 那些通过砂石过滤 而且是慢慢流出来的水质为最佳 就好像咱们现在的过滤原理差不多 悬浮少 透明度高 而且呢矿物质含量也是非常的高 别的地方都在争第一 反倒惠山古镇这口拳 独揽天下第二 让来过的人想忘都忘不掉 而完美的水质 更让无锡发展出一门独到的产业 把翼龙龙的糯米放入蒸笼里蒸 这不是准备做饭团 而是要用来酿黄酒 那么就是鹿米它的所有的成分 都是用鹿米酿造的黄酒 它的成有十项为五味俱全的 它这个米是就是透明度 透明度很高的 它可以看到手心的漏的 那它当中是没有白痕的 那这个瓣就是准复了 说起黄酒的起源比白酒还要早得多 两者最大的不同就是黄酒是单纯发酵量造 而白酒则要透过蒸馏 采集加热后挥发的酒气而成 我们的黄酒 这个传统做的黄酒 可以称那个北要自首的 就是黄酒它能自兵的 北酒是内心 它容易伤肝伤脾胃 蒸好的糯米 用大量清水焦零降温 接着再放入帮助发酵的酵母 就可以进入酒缸中发酵了 我们用的最好的糯米呢 它也就是产量 能够达到一斤糯米 只能在一斤六两到一斤七两左右 但可别以为缸口一盖 后面就没事了 接下来的两个月 老师傅还是得要每天 小心翼翼地观察酒缸内的温度 并且进行开爬 开爬 它就是这个酒叶和那个糙啊 和那个米啊 刚发酵出来的嘛 它就是三下刀火 给它一个提供的一个就是营养啊 比如说我们倒爬一次 在没倒爬之前 比如说是三十六度 那么倒爬以后 它比如说三十二度 那么进行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它如果再升到 温度升到三十五三十六 那你就是要两个小时倒一次 正是因为辛苦 使得越来越多酿酒商 舍弃传统技法 改为机械化生产 而对于秀卫灵敏的人而言 两者差异 一场变之 高下立盘 喜欢酒的人 他吃到这个酒也很高兴 这是我的酒 表明我一个心态 我的酒是健康的 最后经过挤压酿造 香味四溢的黄酒 就大功告成了 传统量造出来的酒 它是从头一直到技术 它都是要用劳力 要用人的智慧 那么这去掌握它的那个过程的这个 技术 冲着这门老技术 许多名人 想方设法收藏 惠山古镇老酒馆出品的酒 量少资金 不走工厂量化生产 让人赏酒品酒之余 也品出了无锡的工艺文化 走一趟老街逛一个古镇 不论是昼日还是夜晚 总能看见无锡的城市魅力 不少脑筋动得快的业者 近年来更主打文化民宿 让人们从细节中阅读无锡 江南文化我们比较厚重 所以我在这元素上 加了一个叫新宗式的装修风格 那么具有一个江南的园林的设计 同时也有一些新的 一个宗式性的结构 看似简单的客房 其实都融入了江南古风 既有现代的时尚舒适 也有传统的古古精致 或许就是因为这样的细腻 让无锡充满韵味 今天的无锡 不但保有了古镇庭园建筑 更传承了江南美食 讲究细致的烹煮工艺 老菜馆里头 有最经典的无锡排骨 惠山酥饼 老酒馆里头 有最传统的在地黄酒 无锡的好滋味 除了美味料理 还有着浓浓的文化与历史 我是黄宝慧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